他在这里要进行 续期五个月的专业训练 比如说坐卧立随行 月杖铺咬等等 然后呢继续往下呢 就是分专业类别 再学我们就顾位 搜读搜报搜旧等等 他毕业以后呢 就随着我们的全职学员 配发补充到部队 那么这个时候 他还不是一个合格战斗员 他要融入分队 和其他的力量 进行一个协同训练 相当于我们的一个 港前认职培训 等他经过这个阶段过后以后 他就能具备了作战能力 可以嵌入分队 队行多种多样的作战任务 实际上对于军船来讲 他属于全程淘汰 如果你这关没过 回如熟灶 再不过就是 你给淘汰推 我们要的是战斗力 进去无了